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夏野良10月18号证实 北大校方已经对他停止续聘 在两个月前 夏野良曾披露 因为他直言批评当局 校方曾威胁要将他开除 10月11号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委员会 已经就是否续聘经济学教授夏野良举行投票 34名投票委员中有30人投出反对票 但是校方直到18号才通知夏野良 据夏野良介绍 去年的7月份他已经通过了北大的业务考核 按照规定一般不需要再启动续聘的程序 更不需要通过投票表决来决定是否续聘 但是北大领导表示他的情况特殊 必须要通过教授委员会来表决 今年7月份夏野良曾在推特上透露 北大领导声称有人举报他在网上 发文恶毒攻击党和国家社会主义制度 嘲笑和歪曲中国梦 当局有关部门对他很关注 夏野良是中国知名的感言意见知识分子 曾在网上发表至中宣部部长刘云山的一封公开信 尖锐地批评当局严厉控制意识形态 新闻媒体还有知识传播 上海华东重法大学的副教授张雪忠认为 北大针对夏野良的做法 是加上了虚伪色彩的政治迫害 也有网友认为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序的北大已经死了 两天前遭黑龙江基西市610办公室扣押的 北京著名维权律师唐基田 目前已经被基西市当局 以扰乱办公秩序罪名行政拘留 多名维权律师已经赶赴当地紧急支援 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 周五的上午抵达七七市的董前勇律师表示 他已经递交了暂缓拘留执行申请书 并将在其他律师抵达七七后发起行政复议 他认为警方扣留唐基田的程序有问题 唐基田是中国大陆知名的维权律师 几年前因为代理法轮功学员案件被吊销了律师执照 10月16号下午 唐基田陪同七七市阳姓公民到该市的610办公室 就阳姓公民的妻子被当地所设洗脑班 长期拘禁仪式进行交涉时 遭到七七市公安局扣押 据德国之声报道 打着法治教育中心招牌的洗脑班 是中共610办公室设置的 比劳教所更隐秘 更惨无人道 更没有人权的维稳系统 在中国的各省市县都有 但是在国际社会 还有中国社会中很少有人知道 目前被关押在这类洗脑班的法轮功学员 还有访民数量非常的大 10月17号是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 94岁诞辰 中共党媒照例没有任何表示 但是民间却有各种的悼念活动 吉林 湖北等地方民 他们当天上午前往北京的赵紫阳故居祭奠 而河南 山东还有甘肃等地的十几名访民 则是在北京南站打出横幅 呼吁为赵紫阳平反 有访民就表示 中共新一届的领导人上台后 对他们的镇压变得更加的残酷 这让他们更加怀念反对武力镇压民众的赵紫阳 好 观众朋友 接下来关注这一期的时事禁闻 感谢观看